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做小马AI疯狂GTA的第二课 第二课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Auto GUI不灵了 什么意思 前两天我给您做一个视频 专门讲解一下Python的Auto GUI这个酷的使用方法 它能够自动操作咱们的电脑 省起咱们好多的麻烦 那么今天咱们就用这个酷来操作一下GTA 看看会有什么情况 好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首先我用Auto GUI这个酷 我先操作一下我的世界这款游戏 MyCraft 好吧 然后咱们用同样代码 我再操作一下GTA5 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好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下面这个是我给您做的一个代码 咱们看一下 首先咱们用到了Auto GUI这个酷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第一个函数 这个是向空手台输出信息log 不用管 这个是321开始 这是一个准备的函数 这个咱们也不用管跳过去 咱们看下面这个 移动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有两参数 我按下哪个键 然后等待几秒钟 这两个参数的意义 然后代码就三行 大家请看 keydown 我按下 比如说我按下W键 按下A键都可以 这个地方就实际按下咱们键盘的键 然后咱们等待 比如说默认是4 对吧 也就是说咱们按下这个键之后 等待4秒钟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键抬起来 咱们就这么一函数 我把它叫做移动函数 其实它不光可以移动 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 咱们就暂时先叫移动 因为今天咱们的例子里面 就要移动咱们的主人公 好 这就是咱们的主函数 接下来的代码 都是在调用这个函数 大家请看 前进4秒 不管是我的世界也好 还是GTA也好 咱们按W键 都是前进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前进4秒 然后按W键 这个W键 它会按下之后 等待4秒钟再抬起来 好吧 然后咱们左转 我是小键盘的这个No.4 这个是我的世界特殊的操作 然后咱们再左移 然后咱们再抬头 然后咱们再后退 然后目视前方 然后是右转 然后是右移4秒钟 这些都是我的世界 尤其是No.这几个数字 都是我的世界里面特殊的键 在GTA里面不起作用 这没关系 但是其他的ASDW 这几个键 肯定都是在GTA中也适用 为什么 因为这四个键来控制主人工的 前后左右的移动 对不对 好 咱们就用这个代码试一下 然后是这样 这个Auto GUI 它给咱们提供很多的键 这些键的值 在这个地方 我都给您标出来 比如说我想按下这个Ctrl 按下左Ctrl 按下右Ctrl 按下其他键行不行 这个地方都有 您可以去来参照 咱们先手续 马上为我这个代码建一个文件 咱们试一下 叫做 叫做什么吧 叫做Play 可以吧 稍等 没问题吧 然后考上咱们的代码 然后考上咱们的代码 OK 好 那咱们就用这代码来试一下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开了这个空材窗口 然后呢 我再开一个我的世界 请稍等 OK 大家请看 这是我的世界 对不对 好 咱们现在马上新建一个 咱们新开一个新世界 我看 这个创造模式 然后难度选和平 可以吧 让我看看 这个有一个是 始终白天把它挑上 其他的暂时不动 OK 创建 咱们在这个我的世界里面 咱们创建一个新世界 然后咱们用咱们代码去实际跑一下 看看 这地方咱们敲上 Pi 空格 Play 没问题吧 好 稍等 我这是出生在什么地方 稍等 我看一下 我这是在哪出生的 稍等 我看咱们找一个空旷地 这个地 这个出生地 这个出生不太好 看哪空旷一些 这还好一些 是这样 我一般像玩我的世界 还是吃鸡 我用这个鼠标控制 我都非常的晕 稍等 我找一片开阔地 这都是 这还有只猪是吧 没有开阔地 我得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前往左右的走动 对吧 这我的世界 哪个是奔跑 这我还真不知道 就这吧 这相对开阔一些 是吧 好 咱们现在去移动一下 这个主任公 我现在就不用手工移动了 咱们用咱代码去移动一下 试试看 OK 好 咱们准备 做一下 是这样 我这个我的世界 一切开这个焦点之后 它马上就变成 这个等待模式 对吧 这没关系 其实这贴也一样 好 咱们试试 Go 开始 大家请看 前进四秒钟 咱是搭不了 坏了 我怎么进水了 赶紧出来 从来 咱们从来吧 这个 有个水是吧 非常的烦人 这怎么出不来了 稍等 哎呀 我今天出来再说 这个半路杀出陈晓金 OK 出来了 OK 因为咱们是这个创造模式 所以说 我能够腾空而起 先不管了 好 咱们从来 我还找一下 咱们没有 没有水的地方 咱再试一下 就这吧 好吧 就这我看就不错 也不好 我今天出上这个位置 为什么 这么的难 这是刚才那吗 这还是刚才那 这不能在这待着 咱就找一个 没有空旷地 真的烦人 大家请稍等 出生能不能选择一下 我的出生在一片空旷地 不行是吧 我看这边 实在没有的话 咱们就这算了 无所谓了 好 咱们就在这吧 咱们再重新跑下 咱们的代码 好 咱们重新再试一下 前进4秒钟 左转 然后左移4秒钟 抬头 后退4秒钟 不要掉坑 好像没掉 然后再又移4秒钟 没有问题吧 咱们正常的 在操作我的世界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OK 说明咱们这段代码 用AutoGUI 是可以控制我的世界 这款游戏的 对不对 咱们已经证明了 OK 稍等 然后咱们用同样的代码 咱们再操作一下 GTA试一下 稍等 这是咱们的GTA 对吧 好 现在咱们是控制老崔 我先简单控制他一下 是可以控制的 对吧 没有问题 好 咱找到一个比较空旷的位置 这就比那个 我世界强多了 我世界都不行 好 咱们现在用同样的代码 因为也是 ASDW 对吧 咱们来通过一下老崔 看看能不能移动 对吧 稍等 我给他让 不给他让 就这样 这车身呢 看见老崔还停住 还算不错 咱们就用同样代码 咱们移动一下老崔 看看老崔 能不能够正常的移动 好吧 试一下 Go 前进4秒 大家请看 老崔并没有移动 这是为什么 是这样 因为就是说 咱们用AutoJUI这个框架 它是模拟键盘的输入 对吧 而 我的世界这款游戏呢 它是可以接收 普通键盘的输入 和咱们操作 这系统中的 任何一款软件的 效果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 我的世界是没有问题的 AutoJUI也是正常工作 完全没有问题 不管是左转右转 包括咱们以后出钱 打这个土块 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GTA 它可不是正常的 WindowsAPP 为什么 真想 它是一个多平台的 它应用的技术 也不是这个 普通的APP所用的技术 它用的 咱们大家都知道 它用的是DirectX技术 也就是说 它接受的输入方式 不管是键盘鼠标 或者是咱们游戏手柄 它接受的是DirectX input技术 咱们通过这个技术 调用Win32底层的API 才能够操作GTA这款游戏 因为我在我的小网AI课程 第一期中 给您操作一下老崔 对吧 那个我用的 其实不是AutoGUI 我用的是Direct input技术 这个技术怎么做 咱们如何用咱们的Python 来调用Direct input技术 来操作老崔呢 我觉得放到下期去给您讲 因为每期我的时间不想太长 好 那咱们这期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